國民黨的立委 今天戰鬥力非常非常的猛烈 可以看到一早 葉元芝他本來在接收媒體的訪問 看到王蒂宇他的世仇 突然出現他眼前 他立刻拉高了嗓子說 王蒂宇造謠啊 兩個人就吵起來了 一整天都是這個畫面 來看一下 說警察權是保護院長 他說我說警察權驅離民眾 他說我說警察權驅離民眾 葉元芝對記者說要動用警察權 他怕被罷免 怕得要死 我叫你拿菜刀切西瓜 你說我拿菜刀殺人 都有拿菜刀同樣的事情嗎 所以不要造謠 我跟一個造謠就認錯了 好 你可以發現王蒂宇的詞彙 有一點薄弱 一直重複他的話 葉元芝一直罵他 事情來龍去脈到底如何 因為王蒂宇有一天 在有台節目說 葉元芝要求韓國瑜動用警察權 是要把這些外面的年輕人趕走 就是說會衝著民眾 但是葉元芝說 我根本不是那個意思 那到底怎麼回事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看到那個畫面的場景 到底是如何 我現在應該跟我都很熟悉 就是立法院各台的記者 都會在這個地方連線 一整條叫做記者連線街 那他中間這個地方 剛剛好中間 就在民進黨團的前面 所以民進黨的這些幹部們 都會聽到中天的連線記者 剛好在訪問葉元芝 那王蒂宇剛好從黨團走出來 葉元芝看到他逮到機會 就把王蒂宇造謠 就出現了剛剛那一段 王蒂宇你不要造謠 就地方訪問到一半 好 那剛剛講到 到底有沒有王蒂宇指控的說 這個葉元芝剛當上立委 就要動用警察群 對付外面的年輕人 那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5月17號的時候韓國瑜大家對這個畫面印象很深刻 他被民進黨的女立委包圍 痛苦非常 這個表情大家都看得出來 甚至還不讓他進去 那西裝都要被脫掉了 就是因為這樣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的立法院長從來沒有這樣被暴力對待 所以葉元芝希望他動用警察權 保護自己 排除鬧事的立委 他從頭到尾沒有說要去衝著外面的青鳥 這些年輕人 那王蒂宇算不算造謠 王蒂宇說警察權又不分對象 搞不好你就可以對外面的人 這是王蒂宇的一個認知 然後還有包括葉元芝 後來到這個議場裡面也很厲害 他直接問行政院長 說你們的林佑昌 民進黨的秘書長 跑到花蓮去宣講 他居然說調查權會針對民眾 所以2300萬的人民都會受到影響 葉元芝說你根本就是造謠 沒有想到卓榮泰也沒有跟著硬拗 卓榮泰坦誠 他說會 我要跟他講 要用詞精準一點 來看一下這一段 他說對一般民眾 對的是 他說對一般民眾 請問一下對一般民眾 有國民黨 民眾黨 舉手可以把你判罪嗎 有這條嗎 是政府人員 那你要不要跟林佑昌講一下 叫他不要造謠 有認識嗎 我不知道他是中文不好 還是刻意要混淆 我要跟他講 雖然政府人員也是人民 但是這個用詞稍微應該精準一點 這個葉元之間的表現 堪稱是戰神 所以要問戰神你怎麼看 葉元之 葉元之確實最近有點焦慮 因為這個要 這個可能會被罷免的危機 我看他今天的表現 沒有焦慮感 我覺得滿滿的戰鬥力 偽裝得很好 或者是戰神來了 是這樣 因為民進黨的造謠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那確實動用警察權 本來就是要保護院長 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 王定宇的那句話旁邊還打個問號 王定宇他也不敢直接說 你們是要把青鳥 外面年輕人趕走 你們要打個問號 這個標準就是民進黨在操作議題 你說民進黨到底有沒有造謠 當然有造謠 造謠很大 林宥昌還說2300萬的人民都要抓去關 然後又說立法委員就變成法官 變成檢察官就抓了 其實人家國民黨都有出來澄清 不是要針對人民 是針對漏網之魚 我們本來就是要補司法正義的破網 在補破網 為什麼 像王毅川 我都忘記他名字 王羲之 因為膝蓋也知道天下事 像王羲之 王毅川 他就重重的提起 輕輕的放下 現在王毅川落跑 我們還號召全國老百姓 只要有去參加立法院的活動的 或者經過了 都要去告王毅川 因為他侵害我們的隱私 只要可以賠多少 王定宇說他要指著葉元智說 我要告你 我就要告你了 他告葉元智什麼 沒有 那有點像那個誰 那個邱玉營 打人家一巴掌 人家說我要告你 他說我要去驗山 那個是說東補西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葉元智今天 我覺得吵起來也是好 因為這樣的話 葉元智也讓大家知道他的power 委安要補充 因為其實 其實葉元智他是應該是受不了 我終於有遇到他 我跟他講說 其實除了距離一人之外 可以擺事實給所有的 因為現在不知道板橋 因為他倆有60里板東 觀眾朋友 這個就是 很多民進黨立委 包含王定宇委員 有貼在臉書上講說 葉元智說要動用警察權的證據 當然他當天是受訪講什麼 剛剛藥州已經跟大家說了 因為前一天 這個韓國瑜院長 他根本進不到主席台 所以他國民黨立委講說 有建議有沒有 動用警察權 那現在就灰 你是要對外面的民眾嗎 一般人可能這種誤解 我 耀州跟王定委員都不應該 因為警察權 來 觀眾朋友 再給大家看一下第二頁 警察權是根據立法院的 警衛勤務規則第五條來的 也就是當院會當中出現的問題 無法開會的時候 院長 主席 可以叫朱衛環進到議場當中 排除會議的障礙 其一 其二 委員會有沒有 所以只有委員會 這八個委員會的招委藍綠各一個 這十六個人 再加上院長韓國瑜 副院長江啟臣 整個立法院之後 這十八個人可以做這個事情 而動用是進到會場 有沒有看到 進到會場當中 進入會場 在這裡 我用手放在這邊 沒有 跑到外面路上去 外面如果路上有問題 以前我們跑那麼多 在外面場邊 或是行政院當時有攻佔 那是保警 保警去排除社會的狀況 但立法院的議場裡面 你說動用警察 所以回過再來 所以袁芹沒臉紅脖子 你把這一條 我中午有跟他講了 他會來幫他理解 你把原則擺出來 就知道說立法院 動用警察權是很簡單的 就是議場當中 有人不讓主席主持會議 所以不可能去動到 你想都不可以 去動到外面的年輕人 不管是青鳥 還是什麼藍營都一樣 不會去動到民眾 只是議場當中的秩序維持 立法院這兩天在審議 這個有關副議案的事情 明天就要正式表決了 到底會不會有動作 不過本來以為好像不會有 太大的動作 但是剛剛也發現 洪森漢被抓包 他帶著睡袋進去了 是不是有這個要霸佔 整個議場裡面 大家都開始有點好奇 不過徐曉星很厲害 他對比了行政院 在他們的臉書上面 貼出來的 這個複議案的七大理由 列出來的洋洋傻傻 對民眾 對網友來講 跟他們交給立法院的 跟立委來講說 為什麼我覺得這些國會改革的法案 必須要複議的理由 居然不一樣 譬如說第一個 沒有實質討論 違反了民主原則 轉個頭跟立委說 沒有實質討論 就把沒有實質討論這個刪掉了 那接下來在第三點 無差別調查民眾 就所有民眾通通會被調查 到立法院跟立委講的時候 這句話不敢講 然後還有包括第五點 這個空轉政府重要的職缺 因為你人事統一權 可以無限期的延後審查 就是他就把你這個空轉 也給你刪掉 然後最後一個 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可以科以行責 這個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也被刪除掉了 等於說跟民眾講得火辣辣 跟你有關係 你都可能會被調查 跟立委講的又是另外一套 那清老這兩天 昨天跟今天在外面 被發現人非常少 昨天又有暴雨 又有酷羊 那還甚至有人發現說 這麼熱了 37度了 你還吃熱粥 然後空拍下去 椅子都是空的 然後王蒂宇也被大家抱怨 他轉貼了一張照片 是下暴雨的時候 青鳥外面的人冒雨 坐在那邊很辛苦 他說堅持青鳥 但是他居高臨下 自己沒有下去淋雨 王蒂宇怕淋雨 就是底下網友就開始酸他 昨天還被拍到 不可思議的螢幕 就是那麼多移動式的這個冷氣裡面 一整排排在現場 不是說真的假的 怎麼有這個對青鳥們 有這麼好的一個優待 客親阿公阿嬤 實力太堅強了 那人那麼少 現在PTT就有人講說 青鳥說可能Trade上面 降低了青鳥運動的這些觸擊 討論度低 人才會跟著少 請教委 基本上就是白天沒人 晚上沒事 所以跟先前那一波完全不一樣 現在那一波其實真的是數萬人對不對 你看好幾天 為什麼 因為場內在表決 而且還打 所以場外就很激動 然後打一打以後 還會上到那個青鳥東一館的天橋 跟下面人回首對不對 大家應該知道那個畫面 所以晚上裡面在表決 在衝撞 在對峙 外面的人就來 青鳥就支持說 他覺得應該阻擋下來 所以還不知道裡面會怎麼樣 看看韓一韓會不會阻擋 給裡面的藍白的立委壓力 可是這一次 今天跟明天 對不起 昨天跟今天這兩天是全院委員會在 對卓院長進行複議的這個詢答 你為什麼要提複議 明天就要議決 明天的議決毫無懸念 就一定會過 那明天議決時間也是中午之前 中午之前 青鳥們要上課 要上班 所以白天沒有人 因為很熱也好 下雨也好 要上班也好 所以來不多 晚上人多了 可是裡面已經沒有了 立場裡面已經沒事了 所以白天沒人 晚上沒事 所以那個狀況完全不同 第二個 這一次民進黨上次是希望人來多 然後給場內壓力 本來是想擋下來的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民進黨對於複議 他也知道不會過 剛剛那個 我看到那個洪適安 他有PO說 他是上次把他那個枕頭 還是什麼棉房 他只是去哪兒 他沒有要睡在裡面 就是說看吳四浩也講說 明天早上可能就是 就把他們態度講完以後 因為重點在下一個階段的實現 大家比較關注的 這個行政院到底有沒有兩張點 對 這才是重點 因為其實行政院把版本送到立法院的第一天 就被發現這個問題了 就是你不講七點怎麼變六點 然後你用詞怎麼不一樣 因為我有訪問這個 在那個行政院當中的那個 德國慕尼黑大學的政務委員 法學博士 林明昕政委 他就說我們正式提點那個版本 用詞確實跟這個不同 但這就會有藥州剛剛所講的 那你是不是在 讓民眾看懶人包的時候 態度 情緒會很High 他這個很過分 可是你實際上你在討論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沒有像你講的那麼無差別 或是任何怎麼樣任意的調查 所以用詞還是要精確 你給民眾看的版本 跟你送到立法院的覆議的那個 覆議我應該要是一模一樣的 用詞才對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這等於說是散播謠言 行政院 沒想到行政院長在面對 許小新這樣問答的時候 他還說 因為行政院那個PO文 是代表我個人的心情 這個我無法理解 其實某種程度 那算不算謠言 我覺得算 那現在包括我們經濟部長 才剛踏入政界沒幾天 跟著學壞了 大老闆郭志輝 被人家發現抓包 他在這個某一個學校的 EMBA的這個群組裡面 裡面應該都是大老闆們 都是知名人物 每個人都是非常有學問 有社會地位的 他直接轉貼了 說有這個明居正教授 他直接爆料 台灣的國家立法院 裡面早就被中共給掌控了 還點名兩個人等等 這一大篇其實已經被一些 這個查核事實 這個相關的這些臉書 都證明說 這個消息是沒有根據的 要聽這個消息 一定要多方查證 經濟部長 你貴為一個部會的首長 你轉貼沒有獲得查證的 你等於說違反了社違法 你散播謠言 結果而且更糟糕的時候 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被人家抓包 他仍舊在立法院的異常裡面 他今天很尷尬 他說我這壞習慣 壞習慣 我以後連沒有看完 我就把他轉發了 他講沒有看完是要免責 避開這個責任 但你貴為經濟部長 你怎麼會散播謠言說 中共已經控制我們立法院 社會會不會因為你散播這個謠言 因為是你講的 我會相信 而人心惶惶 會啊 我覺得應該要用社違法來辦他 這個看有沒有人要去檢舉他 還有一個最新的 暗示阿兵哥 暗示阿兵哥要去檢舉 因為油電虧損照樣領4.4個月的年終 經濟部長郭智慧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的回答也很妙 他說獎金多寡跟公司的虧損無關 那我幹嘛賣力呢 我就讓他盡量虧 反正我照領4.4個月 沒想到金長 這個大老闆就當金長 比王美花還更厲害 更會瞞天下 好 昨天也看這個 沒想到西門町 整個大西門町 包括中山區 大同區萬里區 我們三位來賓有受到影響嗎 都沒有 有 都沒有受到影響 差一點遲到錄影 真的啊 停電時間是不長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超級人多的地方 因為也是高壓線的這些設備跳脫 然後比較妙的是經濟部長 郭智慧今天告訴大家說 未來從7月開始 那我們決定 每一天都要公佈 我們電利用的狀況 還有到底電力是怎麼發電 剩多少 金長是不知道台電 每天都會公佈嗎 有需要到每個月公佈嗎 我們金長不知道台電官網上 每天都看得到嗎 然後現在也包括大家 西門町知名的金軒牌股 40年的老店要頂讓了 現在很多店都要頂讓 因為物價高不好做 而且也找不到人 大家就說聽說老闆要退休 租約到7月底 那D卡也有一篇 講說也是西門町 他說西門町有一個 文創的店裡面 其實不只西門町 全台灣很多文創店都這樣 跟你講說純手工 所以就特別貴 然後回家一看說 淘寶有一模一樣的 請教我 我講經濟部長 因為經濟部長 郭智慧 現在我覺得他 我不認識他 有機會我訪問他 他會不會有點後悔 就接受經濟部長 因為他現在顯然沒有 不是在焦餘他 他顯然沒有辦法 做他想做的 或是他講他想講的 因為他一開始還有在講說 只要法令鬆綁的話核能 企業界都說要核能 他不是來自企業界 對不對 可是現在看起來 他連的話都不敢講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覺得核能 確實可以讓這個問題解決 比如說第一個 就是用電的問題 剛剛耀卓講的是 他是連環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出現 這麼多的這些跳電 的這些新聞 台電電部其實是有抱怨 你說那一千戶以下的 其實任何時代陳水扉 馬英九 蔡英文總統實在都有 可是現在就是在 我舉個例子 譬如像之前食安事件的時候 是不是哪一個受食店肚子痛 其實只是肚子痛 有沒有上新聞 就有 因為大家關注食安的時候 之前是平常不會抱的就會上 現在大家關注的時候 你不管屏東 板橋 哪裡只要跳電 台北市中央區 一定會上新聞 那你為什麼跳電 你虧欠跳脫 你虧欠為什麼跳脫 你電網不夠好 電網為什麼不夠好 你有沒有拿錢去維護電網 對不對 今天查驗去看 我們臺灣百分之八的變電器 都已經是過期了 已經是老舊了 也沒有更換 因為臺電虧三千多億 那臺電有什麼虧三千多億 因為我們核能慢慢不用 核能發電比較便宜 那現在核能不用 經濟部長又講說 因為我們是不是可以 不要去補助 馬上就縮回去 顯然就是要不用核能 然後繼續補助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也就只能夠轉發 他也沒什麼事可以做了 轉發時間 這張圖還被截到10點45分 正常在立法院當中 備詢的時候 不過我是覺得 就是他的那個 已經是經濟部長了 可是好像還在企業家身分 分享EMBA四百個人群組當中 大家本來看 這個影片 那邊的什麼美國達人秀 你就隨便在那邊分享 可是這一篇 他不是只有影片跟觀點 他裡面有用字 倒不然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恐怖 有沒有 已經被掌控了 那這個不是他寫的 不是他寫的 他直接轉發 對 既然不是你寫的 你要轉個連結就算了 大把你轉發的時候 多兩句說說 這個聽起來危險 聰明一言聳聽這樣 你轉發什麼都沒講 等於你高度認同 那他裡面講到兩個人說 被中國大陸掌控 一個叫做韓國瑜 富昆琦 韓國瑜比較有 第二個叫富昆琦 好 你富昆琦 他是國民黨的總召 修讀也對 你之後郭智輝 去立法院被選的時候 後面台上就是韓國瑜 對 所以我就說 你這個你接下來會很難過 你在立法院遇到國民黨的立委 遇到富昆琦總召 這立法院 他一定會問你說 你這個到底是對不對 為什麼這樣發 第二個他還有講說 這個國會改革無法 很多企業界的人就很擔心 因為智慧財產權 怕到時候被問 他到立法院去 也一定會被問說 是哪一個企業告訴你 他們會不會這樣問 所以我就說郭智輝部長 大家先前期待很高 可是現在看起來 有一點點施展不開 台灣整個台北最熱鬧的 應該是西門町的商圈 但是三江村 這跟桃園的 三江村村長他到對岸去 他說是一個三線的城市 河南的洛陽 當地有個地方非常有名 洛邑古城這個非常大 裡面有各朝代的 這一些建築裡面 然後他們最流行的 就是穿各朝代的漢服 就在裡面游 不管是禮拜幾 因為他拍影片的時候 人非常非常多 是禮拜一 不是週末 是平殘日的晚上 他說一個晚上 大概有十萬多人 會造訪這個古城 那他的觀察 他說這些化妝 行頭 大概是要一個人 大概一千五百塊錢 隨行有人跟著你拍 拍的美美的 再另外給一千五百塊錢 然後人人拿著飲料炸雞跟零食 這又是另外一筆收入 他搭計程車打低打不到 為什麼大排長榮人太多了 估計下來一個人的平均消費 至少會在當地 花了四五千塊錢 那十萬多人一個晚上 這還平常日 當地的收入會有多少 所以他據此認為說 一直有人在講說 中國大陸很窮很窮 所以他們的經濟快要崩潰了 但是他親眼體驗到的是 他們的消費力 遠遠超過了西門町 這還只是對岸的三線城市 他覺得西門町是 這個遠遠比不上 那我們有特別去查了一下 洛陽當地的一件漢服 帶火了一座城 因為有特別去查出來 好像這個地方 他的這個國家旅遊是屬於3A 他們有5A 最高等到5A 他們待望了3萬個人的就業 就光是漢服這行業 設計 穿著 打扮 化妝 然後跟著跟拍一整個 而且當地高達一千兩百多家 專門在做漢服的體驗 所以他的生意非常非常好 那另外一個新聞 我們看了也非常差異 說這個鄭文燦 還有包括羅文嘉 兩個聯媒 去拜訪了國民黨藍營的高層 要問他們說 兩岸如何可以春染花開 我聽到其實就覺得還不錯 如果真心 真心要好好交流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可是藍營高層 直接告訴他 關鍵在賴清德的態度 他態度還是那麼硬 到陸官繼續在講 兩國互不隸屬 你跟我說你要春染花開 你要模糊才會有空間 那鄭文燦有一個新的idea 希望可以混團交流 就是把這個海積會的人 海積會的人其實算 最不敏感的 海積會的人混在其他的民間 然後可以從最不敏感的科長開始 意思就是說陸陸續續 是不是鄭文燦自己也想去 但是聽說對岸不讀也不回 志斌怎麼看 好 我先講前面 那個詹江村死前 去大陸跟我借了 三千塊人民幣 還了嗎 已經還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問他了 我應該跟他掏錢 先爆料一下 沒有要錢 為什麼他跟你借錢 因為他要用資物寶 資物寶要有錢進去 他沒有卡 其實資物寶 你先轉給他這樣 對 台灣人要去大陸 我建議用資物寶 資物寶只要台胞證就可以驗證 不需要銀行卡 如果用微信要銀行卡 所以我教他怎麼用 台灣有很多媒體說 大陸經濟不好 實際上我這是 因為我大概兩三個禮拜 往返大陸一次 我覺得台灣人 對大陸的經濟看法 有點是這個叫見數不見靈 最好是要百聞不如一見 真的去看看 比如說春節 可是現在去看的會被出征 不會 一般人去不會 而且現在機票也不是很貴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我的助理 他去大陸一趟 他回來就跟我說 你上電視不要再說 大陸經濟好了 你怎麼可以幫他辯論 我去廣州 你的助理 對 因為他去大陸待過 可是他真的看到那個現象 他說廣東的公務員 薪水砍了三成 只剩七折 所以你不要再幫他辯論 那個我聽不下去 我說不能光看一個點 你要看大陸要看全面 比如說大陸房地產 都很崩潰 去年八月台灣都爆他崩潰 可是你知道嗎 我去一個三四縣 比那個洛陽還不知名的地方 叫煙台 煙台出蘋果 山東煙台 你知道嗎 那個煙台的海灘上面 滿滿都是人在那邊撿貝殼 結果晚上我們住酒店 還不錯的酒店 就問他說你們哪裡來 因為聽那個口音 就不是山東人 我們從 南方的 對 我們從這個什麼海南的 我們從這個河南的 代表大陸的整個消費 他是很旺盛的 所以村長去那邊看到幾萬人 說他消費也不貴 確實中國大陸的五星級的酒店 你比如說台北 你隨便住個五星酒店 可能兩千塊人民幣 要萬把塊台幣 有看周明軒的影片 就有介紹很便宜 CP值很高 對 你去杭州 但是週末可能稍微貴一點 你去杭州那種大城市 他的五星級酒店 有些那個 因為那個酒店的系統 他是越多人訂 他越來越貴 如果沒那麼多人訂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那麼貴 其實大陸的酒店 五星級的酒店 我覺得比台灣便宜很多 你會被扣紅帽子 說你在鼓吹 沒關係 我們新黨 統戰 新黨最不怕 因為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居然是鄭文燦找著羅文佳 去找藍營的高層 這個不知道 維翰你知道藍營高層 可能是誰嗎 或士兵你知道嗎 維翰哥要不要先講 我來報告一下 其實鄭文燦 也被我算打得很慘的一個人 可是我覺得他胸襟是有的 這一次本黨新黨主席 吳辰典連任 而且他附入也頗有經驗 他還有送花來 然後他中間跟我們有一些交流 確實態度也不會說 因為政治上有一些歧見 我認為鄭文燦去拜訪 藍營大佬 那個是政長 鄭文燦本來就是跟藍的走很近 他原來還去當過中華 港澳自由協會的會長 以前那個都是藍營大佬在當的 那鄭文燦其實跟藍營的學者 中間也有往來 那我這邊是非常的希望 鄭文燦要做一個突破 他做我們桃園的原來的 突破的這個混團交流 從安插他們海集會的人員 從科長開始 你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嗎 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機會 機會大於這個挑戰 因為鄭文燦 他是海集會的董事長 他也要有表現的空間 他如果完全聽賴清德了 他就窒息了 所以我甚至有去問對岸的朋友說 如果鄭文燦說 兩岸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要為難 中國人 你們會不會讓他來 他說鄭文燦如果敢講那句話 有機會 他背後的那個老闆 這樣子搞兩國論 但是我認為說 我那天問許國泰 他說我問他說 鄭文燦到底敢不敢 他說看鄭文燦如果敢 敢就突破 如果鄭文燦敢突破 鄭文燦就變 海集會變全民的董事長 然後讓賴清德 繼續去當他的少數總統 這是我作為桃園子弟 給鄭文燦最好的一個建議 拭目以待 看他有沒有機會 真的就是海集會董事長的身分 去登陸訪問 因為我覺得他有規劃的方向 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一次我也去參加海峽論壇 如果要抓也可以來抓 就是說大陸方面確實釋出了 就是說他們要來交流 包含上海的四台辦主任 鍾小炳跟胡歌一起來 我們看到其他很多台辦系統 他們說他們也想來 我說你們要來我們就來邀請 所以我是覺得有機會突破 好 到看鄭文燦能不能去 民主基金會現在講了這麼久 確定董事長就是韓國瑜了 但關鍵的執行長 民進黨想要搶 因為他實際去做掌權 那韓國瑜就說 我都當董事長了 當然他指定的如葉忠 希望可以由他來當執行長 但是會就是因為卡在這邊 就沒了 甚至有一篇報導說 連民進黨退讓說 好啦 我找廖達琦 廖達琦你們來贏的 跟韓國瑜很好吧 連他 韓國瑜都說不行 韓國瑜就是說就是如葉忠了 這事情感覺沒有沒了 那另外一個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李四川應該是2024 目前檯面上選新北市的 最強最強的 這個中廣的民調李四川是37% 洪鳳凱14% 那侯友宜最主義的劉和然 只有5.14% 亮哥說這個其實是5月底做的 拖這麼久才公布 是因為看在侯友宜的面子 因為趙少康跟侯友宜 畢竟有搭檔過 太早公布給他難看 拖20天已經給他面子了 李四川已經獲得韓粉的認同 而且他最後一定會被說服 去選新北市長 這個藍影可能看著說 這個下一次選舉 有可以期待的 那這個蔻姐他也點名了 蔻姐也點名說 高雄雖然說西瓜都會贏 但是要選一個像樣的西瓜 檯面上現在有林黛化 許智傑 賴瑞隆 這些都不行 都普普的 尤其某一位女士 那智傑是男的 賴瑞隆是男的 他講的這個女士是林黛化嗎 他說嚇死人了 那他覺得就是應該要黃姐 才可以大破大力 才會穩贏 請教我們看 媒體人怎麼點戶說他喜歡誰 那是一回事 就是說他的本事強不強 民調高不高 地方的人和好不好 有沒有吸票能力才是關鍵 所以我們先不要管媒體人 他自己屬意誰或不喜歡誰 那我先講新北再講高雄 那新北的部分 李四川的民調 其實我也是之前就看到了 那理由就是 之前是六月初嗎 沒有 對 六月初 對 五月底做出來之後 那我先跟大家負責任報告 民調做出來之後 李四川本人 侯友宜本人都看過 但是因為沒有對外工作 侯友宜有承認他看過 侯友宜有看過 就是說至少做民調的單位 就是希望跟侯友宜 就是也保持好的關係 那因為侯友宜很喜歡劉和然 自己的副市場 畢竟是最低 而且有一點低 所以這個民調雖然花了錢做 也就忍痛不公佈了 所以他確實沒有公佈 五月底到現在 今天已經6月20了 忍痛不公佈是指中廣嗎 就做民調的 你不要比我想那麼白 對 不然也不是侯友宜做的 不是侯友宜 就是花了錢做的民調 本來是想公佈的 可是後來講說 這可能會讓一些人比較 尷尬 所以你說這個是故意要去做 把誰做到不對的 那你拖了一個月之後 沒有殺傷力嗎 有 還是有 好 那我就跟耀宗報告 因為就是 李四川明明這麼高 為什麼不公佈 希望李四川出來選的人 這兩天把民調都凸出去了 那個人就不是我 因為我有看到 我也沒有對外說 所以就是認為 李四川明明這麼高 為什麼不公佈的人 就把這一個 就是PHD黨給他弄出去了 這有點類逼宮 好 那問題是 李四川現在目前是強制 可是觀眾朋友很快講完兩件事 現在強兩年後也要強 如果兩年後是這個民調 一模一樣的話 真的劉柯然跟洪文凱毫無機會 就一定是李四川 國民黨主席 包含甚至連韓國瑜院長 他的私交都會欠他說 為了新北要贏 就是李四川 所以要看民調 那要兩年後 還有兩年 誰知道 高雄部分也一樣 但我覺得要找一點佈局 不要像侯友榮那樣 選全三個月都還狀況外這樣 所以就是要可能提早一點 不要到兩年後 可能大概一年以後就要開始了 那高雄也是一樣 黃潔剛剛上來而已 他沒有主觀醫院 我問過他 那這三個你要說 那三個真的會比他差嗎 不是 我跟大家講 因為在高雄 確實就是綠遠遠大於 懶得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們三個只要不內訌 其實柯自然要贏他們 也並不容易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陳彥席跟陳曉的夫妻 現在傳出他們的婚姻 又亮起了紅燈 每一年 每半年 都有他們婚姻的一個 最新的消息 不過這一次爆料的人 大有來頭 他不是一般人 所以大家非常重視 就大陸的狗仔叫江小燕的 全身包起來 因為過往他有過戰機 就是他爆的東西 大家不相信 但沒想到是真的 所以他這一講 大家就很驚訝 他說去年底 陳曉就已經直接跟陳彥席 說要離婚 而且非常的狠 他說我直接晉身出戶 一毛都不要 我就是要跟你離婚 還封鎖了他的這個通訊軟體 那因為他的權威性 所以他一講立刻登上了微博的漏搜 有人去細細的爬出來 他自己也整理 過去這半年來零互動 上一次合體的時候 已經是去年的5月31號 他陳彥席生日的時候 他說是因為小孩的關係 所以陳曉才免為其男的出席活動 但我坦白講 我個人看相關照片起來 我感受不到免為其男 但爆料的狗仔是這麼說的 他說這個眼光只有兒子 沒有看相這個小孩 但是這感覺有點狗仔 去兜這些線索出來 還有包括這個陳妍 旅旅爆出陳曉七年婚變 6月18號被發現 他到小巨蛋聽演唱會的時候 他去聽楊成嶺的演唱會 唱到匿名的好友的時候 就仰頭 不讓淚水落下來 比這個楊成嶺還要搶戲 台上都沒有那麼精采這樣子 然後不明言語一直哭一直哭 他就說他尾半年 直接看在畫面 什麼叫做偽單身 偽了半年 就是他自己一個人 扮演媽媽跟爸爸的角色 接送小孩 那席間他脫下口罩說 還說看起來好像有一點 孤單跟憔悴 那另外一個狗仔 他也講說今年兩個人 沒有一起回南方的老家過年 那有人說陳曉的眼神 已經沒有愛了 甚至很多活動裡面 直接看這個畫面 說他臉酷酷的 說他這有點臭臉 甚至頒獎典禮上面 有陳妍希的時候 他的臉就是好像很敷衍的樣子 不過陳曉他的特色 似乎就是這樣的一個表情 年姐怎麼看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狗仔真的大有來頭 叫江曉燕 因為他之前爆了個什麼料 汪峰跟張子儀婚變 這是他爆的 他爆好多次 他是第一個爆的嗎 就是他爆 爆到最後 大家都不相信 沒錯 他就說他舉證 他有拍到什麼 他有什麼蛛絲 就像剛剛耀宗你講 什麼眼角這樣子 酷酷的 沒有眼光 沒有光 沒有看對方 他就是用這樣去分析判斷 然後他跟拍 最後他判斷 這對夫妻有問題 其實很多是蛛絲馬跡 這樣勒出來 他講張子儀的時候 大家是不相信 而且張子儀一直否認 汪峰也否認 否認 否認再否認 到最後承認了 所以這個江曉燕 他從各方的蛛絲馬跡 而且他說有人跟他爆料 說那個陳曉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跟陳曉燕講 就說我要離婚 我願意淨聲出戶 就說我什麼都不要 兒子什麼什麼 房子什麼都不要 只求離婚 然後講完之後 就把陳妍希拉黑了 拉黑 然後換電話 所以他們說 陳妍希根本找不到陳曉 陳曉什麼事情 兒子什麼有事 就要透過經紀人 再去找陳曉 陳曉因為很忙 他一年 他去年一年 拍四檔連續劇 一年嘎四檔 一檔都要拍三四個月 怎麼嘎 而且有的在橫店 有的在什麼卓州哪裡 真的是找不到人 所以就是說 其實老公太忙 然後這個真的 講不到半句話 或說家裡有什麼事 也是陳妍希一個人扛 還有就是說 是不是兩個真的有什麼問題 最吊詭的是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說事情 因為他們這個婚變 已經傳了一陣 其實每半年會傳一次 那最近是因為這個江曉燕 是他得到獨家的爆料 就是人家跟他講 他們的好朋友跟他講說 兩個人確實要離 只是還沒有官宣 那你想想看 江曉燕 因為是報汪風跟張子儀離婚的 這個最大的爆料者 他都這樣講 而且今天上了熱搜 都在談論說 陳曉跟陳妍希 兩個人是不是真的要離 這對姐弟戀 六年婚姻是不是要退了 他們兩個當事人 到目前為止沒有半句話 你看像以前吳奇隆跟劉獅 每次一傳 至少吳奇隆都會很有 尬這樣出來說 沒有 我們好好的 就是說你們不要再造謠 你至少 要不然你平息一下 他們兩個連平息都不平息 或說連講都不講 所以是默認嗎 還是說我根本不想理你們 你們說的是假的 到底怎麼一回事 你都略不回應 然後兩個人都悶不吭聲 或說周邊的朋友 也沒有人吭聲 所以是我覺得有點要默認 那種感覺 所以這對夫妻是因為 相差六歲 女大 男小 還有陳曉這些年太忙 因為他們以前是拍神雕俠侶 才這樣陷入戀愛 結婚之後其實陳曉 陳妍希也是有幫夫婚的 就是說讓陳曉一路扶搖之上 你剛剛講一年四檔戲 那是很紅的你知道嗎 而且她的古裝又漂亮 然後旁邊很多漂亮的女生 也在旁邊 在前年2022年的時候 她跟劉亦菲合作成小 那時候陳妍希不論多遠 她還帶了她的兒子小星星 去探班 在劇組一住就住三個月 但你反觀現在來看 有去探班嗎 沒有 她在家裡帶著小孩 所以他們就說 偽單親的日子 所以這事情是真是假 我覺得真的打個問號 可是真的成分越來越高了 順便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有傳出來說 2022年大家不斷的挖 他們這些專訪 談改 感情 談婚姻的片段 都被挖出來 她說她現在要做的工作 她曾經講過說 陳小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非常高度的依賴她 連她要上網訂東西 都要透過她的手機 但是她甘之如意 她喜歡被男生這樣依賴 她說她現在就是讓這個陳小 專注在工作這件事情 其他的 小孩要處理什麼的 所有要花心思的事情 都我去做就好 而且講著 這樣聽文字上都還好 但她說的時候是哽咽的 如果不是委屈怎麼會需要哽咽 然後還有傳出他們 其實那個時候 陳小有一段話也滿特別的 他說你為什麼會跟他結婚 因為他們的婚訓一出來 大家都不看好 陳小當時講說 被主持人問說 你為什麼會選擇跟他結婚 他說因為我長輩也差不多到了 然後我們老家又比較傳統 當初一看到這個陳廉溪的時候 他有被雷劈到的感覺 其實我應該是說被電到 被雷劈感覺有一點比較 另外一個很大陸的 但我們聽起來說被雷劈是詛咒 然後再說有沒有後悔生孩子 問陳廉溪 陳廉溪說沒有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結婚 那今年520的時候 很多人都被逼得要表態 陳廉溪也樂著公布 她是中國的媳婦 這個年紀怎麼看 其實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姐弟戀 其實在演藝圈非常非常常見 大S 汪曉飛姐弟戀 這個樣子 又是兩岸的聯盟 對 其實是不是詛咒 姐弟戀 然後又兩岸 其實因為 為什麼 陳廉溪今年41歲 陳小今年才35歲 正當真的是在高峰上 所以陳廉溪6年前 也就是他36歲的時候 決定要趕快結婚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陳廉溪多漂亮 可是他轉戰大陸之後 其實他就看到陳小 跟陳小合作 兩個人就是來電 陳小說我被雷劈 陳廉溪說 我真的很想結婚當下 所以他們兩個是很快速的 就決定要結婚 你知道嗎 結婚之後 其實他們是奉子成婚 就是說陳廉溪發現有的時候 就要結婚了這樣 其實陳小也沒有說抗拒 他是說那時候到了就結 其實就有點 就進入結婚禮 其實他們的婚禮還滿轟動的 在舉辦婚禮的時候 就是說有什麼投殺婚 他們親吻 聽說他們還在奶奶的墓園接吻 他們那個時候在熱戀的時候 其實就你們到哪裡 就像那個捲麻花這樣捲在一起 就是熱戀 甚至於就是說 那個陳小他們家在祭祖 祭祖就是墳墓 在上香的時候 上香完之後 他們兩個就忍不住這樣 在旁邊就捲在一起 還輕吻起來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在墓園接吻 會不會對長輩不近 結果沒想到陳小說 我奶奶就喜歡這一套 對 他說我奶奶喜歡看 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 也就是完全沒有什麼忌諱這樣 好 那那是當時 結婚的時候風風光光 陳妍希隔年就生孩子了 其實生孩子之後 其實在台北 坐月子的時候 有被拍到一個事情 當時就是說狗仔在樓下這樣守 發現說 陳小一下就跑出來了 在外面抽菸 所以就是說他 你要多陪陪老婆 帶小孩 不然老婆多辛苦 就說他一直跑來跑去 就出去抽菸這樣 所以覺得他可能比較沒有耐性 但是你就說從結婚之後 剛剛有講 陳小的事業就一飛沖天 當然陳妍希幫夫韻 所以陳妍希一直上節目 因為他就不能再集很多戲 可能也因為你越不接戲 戲就越不來找你 雖然他古裝很漂亮 可是陳小因為那個古裝造型 真的太帥了 所以就陳妍希上節目有講 他就說我現在沒有時間 完全沒有時間 人家想說你怎麼會沒有時間 他說可是我要很努力 意思就是帶小孩 因為他要把所有時間都空下來 就是讓老公空下來去拍戲 所以他就犧牲 委屈 可是我覺得他很委屈 講一講 你要看這影片 他講一講是這樣 就要哭 要哭這樣 所以很委屈 一個女生 他失業也在巔峰 我覺得他恐怕有另外一個委屈 就是同時間 就他們兩個 上了微博的時候 他們也離婚了 另外一個同時冒出來的 居然是趙麗穎 趙麗穎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他跟陳曉 這個CP課了十幾年了 我們可以簡單講一下 包括他們在拍這個 陸貞傳奇的時候 趙麗穎的這個成名劇的時候 兩個人 現在是第二次合作 但是這一次就爆出火花了 有各種的說 他們這個十幾下被側拍 拍他們手牽手講話 非常非常親密 CP值爆了 但是問題是他們後來居然 這個南方說 都一切是為了戲劇 可是最吊詭的是在2021年 當時趙麗穎離婚的當天 立刻一堆人跑去陳曉那邊 跟他敲碗說 你趕快離婚吧 你這個最佳的老婆 已經要離婚了 但今天還有一個新聞 6月4號陳妍希 他們的工作團隊PO出了一張 他捧著鮮花 大數鮮花的這個 但是這個鮮花 其實他們也沒有 也沒有名獎是誰送的 很多人就說 那應該是陳曉吧 送花還放閃 但是距離現在被獎離婚 不到一個月 他老公準備要出新戲 沒有想到 現在跟他搭檔演得 是趙麗穎的閨蜜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 送什麼鮮花什麼的 很多花是自己送的 你知道嗎 我們看過太多演藝人員 滿滿的從離到外 他送花的時候 那個卡片還馬起來 如果是他老公的 應該不用馬吧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這很多妹妹嘎嘎在裡面 那我們再來講 其實為什麼要走到離婚 其實你說陳曉如果 非常非常忙 其實也沒空亂搞對不對 頂多因戲深情 這是最可能的 因為當時他們兩個 也是因戲深情 因為我跟你講演員拍戲 拍一拍就產生感情 這是很正常 很自然 因為你在荒郊野外 關在那邊半年 然後每天你看我 我看你 然後在戲裡面 親親自在戲外 就很容易來電 尤其如果兩個都單身的話 而且拍戲的地方又偏遠 又偏遠 然後下了戲就回那個賓館裡面 也是你看我 我看你這個樣子 趙麗穎也是個超級大美女 你知道他們兩個人 是演那個陸貞傳奇 趙麗穎比這個陳曉才大一歲 所以他比陳妍希 小個五歲 知道比較年輕 同樣他們都是大陸人 也許他們有共同的背景 可是陳曉一直說 他的審美觀跟大家不一樣 都是美女還不一樣 趙麗穎多漂亮 而且他們大概都是中戲畢業的 所以他們拍戲的時候就是 也是這樣天雷溝動地火 當時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那是在比較早以前 那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他們兩個都在衝事業 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是 30歲出頭 都在衝事業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在可能對的時間 不對的時間可能是對的人 可是他們兩個事業正在好 就沒有考慮到結婚這件事 後來黃調之後 沒想到陳曉被陳妍希給擄獲了 但是現在來講你知道嗎 最新最新的傳出來是說 陳曉跟趙麗穎有可能敗部復活 所以他為什麼要急著要離婚 願意晉身出戶 趙麗穎可能是 真的就是那個 未爆彈在他身上 好 我們拭目以待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陸湖南有個男子叫小李 今年20幾歲 還沒有到30 但你知道嗎 三年前他25歲的時候 他網戀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深陷在這個戀情裡面 對方還跟他講說 我覺得你個性滿適合開餐廳的 餐廳一咬一拍而紅 生意好的不得了 這女子跟他居然都沒有見過面 只有晚上包電話 白天拒絕跟他聯絡 後來他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問題他太愛他了 後來就見證著減少他的疑慮 後來這個女生居然說 這女生是26歲的菲兒 聽起來名字也很夢幻這樣 他說你生意這麼好 這麼忙 讓我介紹一個阿姨 50歲的阿姨去幫你打點 讓你的生意做得更好 但沒有想到 因為這個後來 他們越來越相信他 這個女 這個菲兒 就騙了他45萬新台幣 人越來越多 然後那個阿姨也有薪資 後來他就說奇怪了 原來是詐騙嗎 一抓沒有想到 這峰迴路轉 大反轉 這個菲兒就是50歲的大媽 嚇死人了 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我真的就是不敢相信這一切 因為跟我談了三年的女朋友 既然是一個在我店裡給我 天天給我做事的一個阿姨 然後又不需要財理 然後自己又有車有房 阿姨接著到我店裡來 過來給我來幫忙 我也有懷疑過 但是畢竟處了這麼久了 又不敢放棄 就是在這一種 你越去相信有這麼多人 也不會懷疑這個事情 這個阿姨可能晚上講電話 是用AI 就是另外一個年輕妹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剛剛看到那個阿姨 這其實還滿壯碩的 後來跟他下跪跟他求情 那同時間我們看到2022年 的時候另外有一則新聞 就是有個外送員一樣 他有一個人 他這個客人 有網戀一個18歲的正妹 那他又不能直接冒昧去 他就拜出那個外送員說 你幫我看一下我網戀的對象 結果他敲門就說 這某某人在嗎 然後就是一個也是阿姨出來 因為他有拍那個密錄器 對方居然是一個阿姨 他說你確定你是某某某嗎 他說對 這邊只有我在住 我就是那個某某某 所以他就覺得有點驚訝 這種事情怎麼會這麼多 其實你不要說大陸 台灣也很多 這邊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男女交往 雙方都有責任 除了這個阿姨不該騙人之外 其實這個年輕人代表少不跟事 而且搞了三年都沒有見面 你怎麼熬得住 你怎麼忍得住 你說熬得住什麼 熬得住不見面 沒有吃那個乾乾好 OK 好 熬得住的話你怎麼看 我認為就是說男女交往 我覺得要普及 雙方兩性相處 我覺得大陸就是缺乏這種課程 台灣這點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會建議大陸教育部 應該要增加兩性相處的課程 才不會一個宅男 不過我覺得他案情疑點也滿多 剛剛看到一個也覺得滿疑慮的 這兩個狀況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網路上面網鏈不稀奇了 現在大家透過網鏈 其實大家都會網路上認識的人 可是第一個 你總要看對方是誰 好 他開濾鏡 那可能也就是差一點 你要跟他見面 他的狀況很特別 他在湖南 在湖南想見面有這麼難嗎 三年都沒見 然後每天打電話 結果這個我可以理解 湖南也很大 有些年輕的男生 遇到正妹會驚蟲灌擾 就什麼時候好 沒看到人 有聲音他也好 可是他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太離奇了 因為他就跟他談網路的戀愛 然後跟他打字 然後講電話 沒見過人 其實這個女生其實有幫福育 因為他推薦他去開餐廳 生意還爆好 所以他某種程度 他光是聲音 就讓他生意變好 也沒有害他 也沒有真的害他 他開餐廳以後他跟他講說 但是騙他錢 你現在開餐廳 對 他跟他借了十萬 然後他開餐廳以後講說 那我找個阿姨去看你開餐廳 有沒有這個好好的弄 所以他就阿姨來 阿姨就是本人 那白天一起工作 晚上打電話 同一個人竟然分不出來 而且女生要借錢 阿姨可能在旁邊說 女對象趕快請給他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北大有個神童叫做偉東藝 他外號就叫偉神 因為他神機實在是 太非常的出名 年紀七輕就得了很多很多 國際的大獎 他從第一次考上北大 到現在已經有五年的時間 後來他也當了這個 算是老師 他的事情到現在還是很紅 因為現在有拍到一個 最新的畫面出來 就是他一個人坐在他們的食堂裡面 吃得很簡單 只有豆腐跟白飯 台幣大概只要8到12塊錢 非常便宜 然後他的衣服這個袖口 已經變成漢服了 就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那個洛陽一樣漢服這樣 大家看到畫面很驚訝 因為他的月薪 月收入至少有6萬台幣 而且他有曾經得過 阿里全球的這個數學競賽 當時獎金新台幣高達400萬元 但是他這樣的過活的方式 一整年的一整個月的生活費 大概只要新台幣3000塊錢 那他這個爸爸媽媽 其實都是大學的數學教授 還有這個山東師大附中的 這個國際的相關的 這個競賽的得主 就是這個家學淵源很深厚 當然有一個訪問出來 這是前陣子 他拿著這個饅頭 然後加礦泉水 受訪 大家講說 尾神 神級的人物 怎麼會這麼平易近人 來看一下這一段 天才大概就這樣子 連吃的都跟神一樣 請教我一下 他是天才 他在他的專業領域非常專注 其實我小時候的同學 也有這樣子的人 我以為我小時候 你也是這樣 我不是 他在他的領域非常的專注 所以你看他吃東西怎麼這樣 吃不重要 衣著怎麼不打理 然後怎麼吃那麼簡單 隨時拿個控制冷跟饅頭 他的生活非常簡單 他在數學的領域是天才 所以我覺得